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让福音第六章1-13节 主题是他愿知道要怎样行 圣经在第二节说有许多人 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 当主耶稣看见这帮人群的时候 这段经文记载 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很明显主耶稣关心着这帮人群没东西吃的问题 而且特意将这个问题交给腓力 就好像有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交给腓力去解决 圣经特别地记载 主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当我们去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原来当主耶稣将一件 这么大的任务交托给腓力去思考 甚至要处理这件事情 原来他早就知道当如我行的了 既然他知道当如我行 他就照着自己的意思行出来 帮这帮人能够吃到食物 解决饥饿的问题 那就行 偏偏在这个时候就是要问腓力 那很明显不是解决问题行先 而是让门徒学习 怎样去解决问题 能够贴近主的意思 当你解决问题 能够体贴 并且效法到主要怎样行 那就成功了 那究竟腓力能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好像主耶稣将要处理那种方法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 腓力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各人在一点也事不够的 二十两银子 这里说一两银子 就是平时一个工人一日的工价 上工所赚取的金钱就一两银子 二十两银子 民众总共超过五千人 言下之意 腓力所提供假设的方案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其实他只是想和耶稣 都这样说 这个问题按着常理是解决不了的 在这个时候 这次需要食物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腓力或者安德烈 一个是假设性的 一个是现实性的 都是认为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 去处理主耶稣 去处理主耶稣 交给他们的问题 那耶稣 原知道怎样行 他就教到门徒 你们叫众人坐下 那主耶稣就拿起 那个小孩子带来 这么有限的食物 神经说 耶稣拿起饼 来做了一件事 捉借了 原来主耶稣解决这个问题 教到门徒 我知道怎样行 第一件事是先将 你们这么有限的 仰望神 仰望神自己的工作 能力 施恩临到我们这帮有限的人 并有限的物资 那么捉借了之后 就是到鱼了 圣经记载 分鱼的时候也是这样 言下之意 无论是饼或者鱼 无论它的分量是多么微不足 需要用的同一个方法 就是捉借了 圣经说 有五千人都吃到饱饱的 圣经里面记载 神 赐食物给出埃及记当中的以色列文 从天降下充足的食物 玛拿 不单只养活这么多人 更加养活他们四十年之久 神又透过以利沙仙芝 得到二十个饼 就养活了一百个仙芝满徒 并且还能够食正 就正如羊福音 五饼与仪的神迹 他们都食下很多 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今天我们默想这段经文的重点 就是第六节 当神将一个任务交托给腓力的时候 圣经是这样说 是要试验腓力 试验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他那种信仰的理念 能不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呢 那主作为老师 如何为腓力作见证 没错了 就是拿起有限的足借了 仰望父神 以后腓力 再从神那里得属灵的任务的时候 就会清楚记得 先要仰望神 当主交托我们 每一件艰难的属灵任务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 没错了 我们都默想这段经文 就明白 既然神透过不同的渠道 将这些属灵的任务 交托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试验正临到我们 而最需要的就是将主一样 先将我们有限的 无论是金钱 物资 能力 因此 都不断谦卑的心态地仰望神 让神能够施展能力 将我们有限的能够发挥出来 以至能够处理神 属灵任务 及每一个属灵的人的时候 都是有这样的考验 为要叫我们能够像主耶稣 在地上仰望父神一样 不能在乎我们仅仅 Wait a minute 不是在乎我们仅有的能力 物资 财杠 或是金钱 但是先将自己有限的 存在谦卑的心 看到我们的心致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感谢你 让我们就好像被试验过的人一样 又像主一样 常常地仰望你 以至到我们所作的事 能够荣耀你的名 感谢父神 因为你在我们这帮微小的人身上 交托了伟大的任务 又成就了伟大的事情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将我们从一个如同世人 去处理问题的心思意念 转化为成 一个按着真理先来仰望你 这种的信仰真理理念 去处理一切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 愿我们所作的事情 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我们感谢你 愿荣耀 众赞 权兵 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献上同心的祈祷 感恩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